两岸发生战端的话 美国的军事会介入 这个军事在介入的时候 他居然还跟习近平警告过说 你不要 我的理由让你不能改变现状 而这个嘴巴不是讲说 我不要让你改变现状之外 第一个我跟拉帮结派 把日本韩国菲律宾 把这个印度全部拉进来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要把台湾 侧头侧尾的改变 连踢阵步刺枪都没有了 你在这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拜登的 这个对习近平的策略 他刚刚讲的就是要维持现状 那维持现状到底 这个是谁定义 谁定义的现状 美国定义的 所以美国在拉帮结派也是事实 美国在菲律宾增加了 11个基地也是事实 对 然后美国有这个 滨海作战团到亚太地区的部署 这都是事实 这些都改变现状了 对不对 那相对的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说 解放军的空军 每天在台湾的上空飞来飞去 也是事实 所以现状已经不断地在改变中 但是兵力的对比有没有改变 所以在实质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生力量的这个计算 到底是怎么去评估这个事情 所以当拜登讲说 我要让你没有能力改变现状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改变现状 而且是给予解放军非常大的一个阻吓力量 一个很大的震吓力量压制他嘛 所以他才有把握 他等于恐吓习近平说 恐吓就是比你要强势嘛 你看菲律宾的这个提风系统可以 他在包括从日本的这些小岛里面的这种 这种整个这种陆战队的这种机动性 已经完全破坏掉了A2AD了嘛 已经可以攻击到他的 他的远 他的中程飞弹 已经可以无限制选择目标打到北京了 那你看那在相对而言的话 解放军有没有力量去攻到华盛顿 没有 没有嘛 所以这个就是军力的一个对比关系 那当然这里面有个困难就是说 其实北京当局现在非常困难 这是个困难的现实的问题 好那回到台湾的问题来讲的话 台湾的问题来讲的话 目前的这个新政府 我觉得已经跟美军完全直接接轨 那这个接轨的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军事的训练的内容 就我们现在也要知道 台湾的国军的兵力 目前我们维持到20万兵力左右 不管怎么讲 我们要扣掉有四成的这个后勤力量的话 大概还有将近有六成的兵力 作战兵员 作战兵员有超过12万 大概12、3万左右 12、3万的作战兵员 你要面对到解放军来 如果要攻台的情况之下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态度面对 所以美军现在直接 据我知道 大概已经美军进入台湾 来做所谓的这个 在做教官 在协助训练这个工作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一两年以上的时间 越来越深入的话 对台湾本身的这种基层兵力的 战力提升来讲 非常很重要 当台湾的子弟喜欢当兵来保护台湾的时候 那这个国家就有机会长治久安 美国军火商之前不是讲说来了30个吗 来了三个非常微妙的是 他们先去哪里 先去汉阳看 去汉阳看完了以后 美国就宣布说 我现在F-16的这个备品 F-16的设备 甚至这些东西 直接从美国的军火箱过来 代表是已经有谈好了 而另外就是 他们要来台湾投资台湾 投资台湾 他们讲的国防大厂诺格 他讲请台湾加入我们的供应链 加入什么供应链 有两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是30公里的链炮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 一个所谓的榴弹炮 现在都可以由台湾自己来做了 对 其实保安哥 在我们的过去来讲的话 台湾对于他们的金火商来讲 我们是一个什么角色 我们就是consumer 我们就是一个消费者 我们想尽办法 拜托你来卖我们M1A2 然后呢 我们所有东西要跟你买 但是这次不一样 诺格就直接告诉大家 请台湾加入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要做什么 做他30公里的链炮的一个弹药 这个很难吗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你不要看他只是说 好像是他的规格比较复杂 其实不是 他最重要的是 他里面的一个火药的成分 非常的精密 在过去来讲的话 诺格他是不会 把这东西告诉你的 他是弄完之后 我来卖给你 但是他现在来讲 我们台湾变长的供应链 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火药配比 你要不要告诉我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才有办法生产嘛 那除了这个火药配比之外的话 因为他在M1A2上面 你要快速的打出去 你所有的东西 你要非常的精准 不然的话锻炼怎么办 不然的话糖炸怎么办 所以这个东西代表说 所以我不但是弹药 我的弹壳 还有我刚刚讲的链炮里面 我中间的这个链结的方式 对 也都是技术 这些东西都是技术 都是机密 都是精明的一个机密 现在来做完之后 诺格还讲了一个重点 他不是说 自己用了自己生产 他说如果可能的话 也会变成诺格的全球供应商 那是不是又像到我们以前 我们以前台湾的生产子弹 也是全球有名 那这个东西进来之后呢 你又可以加强 台湾在全球上面的一个产业链 那更特别的一个是说 你看诺格是什么 美国的国防大厂 但是呢 他的执行厂却是台湾人 然后呢 他从哪边出来的 他从中正理工学院毕业的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在方方面面 我们的台湾英娜 然后呢 其他我们在这个供应链上面 都有新的一个地位 所以他是直接跟我们的兵工厂 跟我们的202兵工厂 跟我们的204兵工厂 一起合作的 对 所以以后的话 我们以前快速生产的一个子弹 我们的产量非常大 以后可以做这种高级的 炼炮的一个弹药了 好的 现在美国也释出了一些照片 我们讲的 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大量的控制AI 我们正讲AI很多是用在 它的国防工业上 下面就释出了 之前我们不是晓得 它不是15榴弹炮吗 它用人做的非常慢 用人工的去慢慢弄 他说没有 现在 董伯我们看画面 它现在已经可以用机器人 用AI去生产炮弹 炮弹以前美国一个月 只能生产1万枚的155榴弹炮 现在光这个工厂 一个月就3万枚了 对 我们来讲155榴弹炮是什么 它是一个很高科技的吗 不是 它二次世界大量就要用了 它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量大 量大便是美 它只要能够有很大量很大量的话 像五二战争 你打出去之后 你声音够响亮 你量够大 你就可以阻却对方的一个前进 可是过去为什么 每次都会传出一个消息 155榴弹炮缺货 因为你想想看 以前那个画面是怎么样 它把155榴弹炮 跟是像是一个菜刀一样在做 你要人工去弄 人工去调整 然后呢 你要像古代 中古世纪一样 你去做中古世纪的刀 你要干嘛 烧一烧之后 然后出来 脆火 然后烧一烧之后呢 然后出来 对火 你这东西来讲 一点都没有现代感 以前 对 以前这样慢慢磨 以前慢慢磨 然后慢慢敲 然后人工慢慢的涂装 现在不用 现在AI之后呢 就是这个绿色的机器人 它直接把你抓好之后呢 就像是肋膏 就像是你在摸头土一样 快速的那个钢胚 直接弄完之后 对 转弄完之后呢 告诉你成型了 OK了 你是整个钢胚进去的 所以呢 你没有平管的问题 然后甚至呢 你弄完之后呢 你用机器人 直接把它 一次 从头看到尾之后呢 就可以这样子 跑出来了 然后流到炮的钢胚 就出来了 现在的钢胚 现在的热段 打磨都是有 对 它是用机器人 而且呢 是一体成型的 然后呢 弄完之后 你再用一个AI技术 你再把它 保一次 你就可以知道说呢 它每一分 每一里 到底 有没有 符合标准 所以好了之后呢 就进入到下一个 这个过去 这个检查也是机器人来检查 对 机器人只要扫描一次之后呢 从内到外 它就可以知道说 你每个蛋壳 你每个问题 到底 所以你就不用像中古斯基一样 断刀一样 慢慢打 慢慢的脆火 这个东西弄下去之后呢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一个月就可以产生三万 而且呢 代表说 如果我还有需要 机器人跟一般员工不一样啊 你只要再弄一个绿色机器人来 那就是六万 你弄十个就是三十万 所以这个东西 对他们来讲的话 数大便是美 只要用这种机器人 用人工的话 用AI人工智慧的话 那你要多少 一要五的流大炮就有多少 而且他们现在太空总署 也就是他们现在 整个太空军 也跟AI在合作 对 现在来说的话 整个太空军 把它给动起来了 我们先来讲 为什么要用这个东西 它对付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无人机 你看到乌尔战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 乌克兰的无人机 不是飞到天空上 直接把俄罗斯的 砰 从上面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呢 开罐头 你的战车就爆炸 后来呢 俄罗斯做了什么事情 虽然很丑 但是有用 它弄个龟壳 把它弄在上面 弄在上面 你以为可以了吗 后来现在来讲 乌克兰的无人机 可以飞到很低空 直接从你的关键上里面 打进去 你说 拜登今天接受 时代杂志的专访 把你给吓到了 因为美国对这个态度 从来没有如此欺欺过 以前只说 我保不保护 当然讲 我会出兵保护台湾 可是这次 连怎么出兵 用什么样的策略 都隐约谈到了 把整个架子拉开来看 因为这是美国的 现任总统 他讲说 台湾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 不排除要使用武力 那记者问他说 怎么使用武力 你是派部队吗 他告诉你 不会派部队 应该不会派部队 但是呢 会有海空的军力介入 记者还问哦 那你要怎么介入 海空军力介入 记者问得很清楚嘛 所以我跟他讲 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 他说 是从菲律宾的基地 因为现在菲律宾 不是借给美国空军基地吗 还有这个相关的军港吗 或者从日本的 包含了这个大霸或者是对 横须和怎么样 冲绳 出动海空的军力吗 他说细节我不能再告诉你了 因为否则你会批评我 所以海空会动 所以把这个你要知道 从我刚刚讲的这段 这么清晰的问答 不是只有 一句说我们会出病例 他在虚点军校也没有讲 那是美国的西点军校 他讲完以后 这个时代杂志的访问 5月28离今天 就一个礼拜之前的事情而已 这么清楚的讲 拜登第五四讲 那法杰哥你要知道 往前推 上上个礼拜在做什么 WHA 美国的包含了国务卿布林肯 他的亚太助理国务卿 包含康达 还有副助亲 朗默克都公开讲 你等一下 中国大陆勿用了27585决议文 你所讲的 One China Principle 那个我们只是 Economics 我们没有recognize 美国永远就是 One China Policy 就是他跟中华人民共和 是一个邦交国 可是他并不认为 台湾 他就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那既然这样的话结合 你看拜登所讲的事情 以往 如果你今天讲说 3P就年纪很大 他可能讲错话 后面会发言人 就出来跟他做微调 说我们怎么样 不是这个意思 完全没有微调 没有了 所以军事跟外交同步执行 你要这样看 美国总统告诉你 军事上面 不要想要片面改变现状 现在球就丢回习近平身上了 那你要怎么办 当台湾现在目前是这个状态 台湾也没有要 反共大陆打回去 只是想要希望我们 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候 你都要动武的话 那美国就告诉你 现在的总统叫拜登 我会介入 那就要看 接下来中国到底怎么做了 所以这个专访 非常重要 因为他非常清晰地告诉你 中间的问答跟步骤 不会在台湾驻京 他不会 他的用法是这样 他不会 就是把部队派过来 对部队不会派过来 不会说在这个什么 高雄港站 不会 因为我不会介入你 两岸之间的问题 但是我也不认为 27589已经决定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美国在外交上 支持台湾 重点是他的海空军来 那中国要来打台湾 你要经过台湾海峡 如果你海空军被截断 你凭什么过来啊 那我现在再讲第三部分 因为美国现在目前 在菲律宾有驻军 应该说在那边有训练 所以接着基地 美国跟日本是军事同盟 还有韩国 韩国那一块他可能不管 因为有北韩的部分 他不会动 但日本你知道 他已经慢慢逼到台湾都近了 马宝洁哥 已经100多公里了 宫古岛 宇纳国岛 对不对 还有这些 他已经智慧队都已经部署了 然后这就是东北的这一块 那他的韩国母舰来的话 他要防止大陆 现在三艘韩国母舰 从北截断我们的东北方 从南截断巴士海峡 所以巴士海峡 这一块从菲律宾这边补过来 所以如果一旦这两块停的话 不要讲说战争 因为战争可能不是 当然他是一触即发 他可能慢慢用围台 然后困台 我们LNG的天然气的南洋船 如果没有办法进来的话 麻烦了 没有办法发电 对不对 但是美国现在这两块就要防止 整个台湾海峡被控制 所以他整个战略 在军事跟外交是一以贯之的 拜登从来没有讲这么清楚 不要动 不要发生战端 不要偏偏改变迅动 否则美国会有海空的军力介入 好 无道 这一幕看到了 美国要表达 他去护卫台湾的一个决心 派航空母舰来了 一艘两艘三艘 最多三艘的时候 在整个西太平洋 未来还可能更多 你说这都不重要 你说拜登今天的讲话 他今天对于两岸 甚至他会派兵 而且发生战争的时候 海空军会出动 你说这个比派任何的航空母舰来 对中国更有震慑的作用 不是 美国总统对战争的叙述的方法 当然比航空母舰更严重 因为他有这个作战的权利 还有发动战争的权利 他比今天这个说法 比几艘航空母舰已经到了亚太来的话 更严重 还有这么严重 当然是 这就是他们一个论述 他什么论述呢 就是叫强大的威择力 他把强大的威择力 就是一个非常这个 这个高强度的deterrence 这个强大的威择力 作为基础的话 才能够达到 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所以说没有用这个作为基础的话 那解放军不怕你 还有他一定要美国总统 亲自本人来告诉你 然后习近平要相信 他真的会真的搞 对 所以我刚刚提到 一个是理性的论述方法 一个是川普是比较冲动的讲法 所以我要去炸北京 川普那个讲法 大家吃自己鼻 可是今天拜登这个讲法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非常紧张的一个东西 他根本就告诉你说 事实上是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你说这两个要绑在一起看的 绑在一起看 然后他我讲三件事情 一个叫耐性 一个就是说他中国经济处于经济边缘 等他崩溃 等他 第三个就是强大的威择力 那他今天就表示什么 就把三个通通讲完了 他整个论述是完整的 你知道吗 一套东西告诉你 你要有耐心 中国内部的经济会崩溃 另外是 我有强大的军事威择力量 那今天这个说法 必须要取得习近平的相信 习近平要接受这个论述 才有意义 所以他今天这个说法 主要不是给一般老百姓听 是要给他的对手听的 对手要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这样你达到这个效果没有 当然达到这个效果 因为他在做这个专访的时候 我觉得直到现在为止 中国还没有反应 中国任何反应都很难弄 很难处理 因为中国只能够继续飞飞机 去骚扰一下 然后这些事情 所以我讲了 他谈的 所以美国记者问他一个更细的问题 讲简单一点 你是不是会动用日本的驻军 跟飞机的驻军 就讲一句话 他不回答这个问题 他当然不回答 因为这两个国家来讲的话 都不见得会同意 让他动用这个驻军 但是他会不会甩他们 他不会甩他们 因为在美国总统要动用的时候 就是亚太和平安全的 这个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他有把握 飞犬进来不可 对 是的 所以这样子我们再看 昨天的魏德加的说法 就是台积电董事长的 昨天那句话 两岸的领导人 还有世界的领导人 他们都是非常聪明才智之士 他们不会让战争发生 这个论述 这个再回到台积电董事长的说法的话 就印证了 整个事情就摊在台面上了 然后最有 今天让大家最 我刚刚听到最兴奋的是 世宋讲的一句 非常鼓舞我们台湾人士气的话 说美国的未来在台湾 有什么意思 我要稍微补充一下 比较接近事实 就美国的科技产业未来在台湾 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就比较完整一点 对 如果美国未来在台湾 我们太沉重了 美国的科技未来在台湾 这个到昨天 确认了 确认 英特尔来了 AMD来了 NVIDIA来了 高通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代表了庞大的美国 跟全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利益 在台湾 在台湾情况之下 他不是要帮台湾保护台湾 他是要保护他自己 美国人的利益 所以这个时候 不用再考虑战争问题 他不可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因为这事一发生的话 他们本身就已经受到 极大的伤害 对 而且我们所了解的讯息是 他不但是说 我现在在这边驻军 他现在已经把 大量的火炮弹药都 已经放在这个地方来了 那当然都是 那当然都是 那个都不是问题 所以你就比较一下 他的态度跟他的利益 还有根本原因 还是回到他的利益的问题 那这个利益的问题 涉及到未来的 十年二十年的科技产业的发展 那这个东西 怎么可能让共产 让北京当局 有侥幸有万一的可能性 一旦有小心有万一的话 他就面临到更大成本的投入 所以今天的说法是刚刚开始 所以拜登建这个专访 他是隔空讲给习近平听到 当然是 最重要他只有一个听众 只有一个听众就是习近平 这样习近平接受他这个说法 习近平要不接受的话 就会冒险 但是他要避免这个冒险的事情发生 所以今天的说法 包括今天开始以后的说法 我认为会越来越强化 这个整个他的论述 这一次对于拜登的这个专访 对台湾来讲至关重要 而且他的威力 比你派三艘航空母线来 都来得重要 对 因为拜登今天这个 他接受Time的专访的内容里面 主要谈到的 当然还是谈到他跟美中的关系的 那美中关系里面最大的冲突 就是台湾嘛 那对于台湾部分来讲 他非常明确的告诉Time的记者说 他一定如果这个解放军攻击台湾 他一定会保护台湾 可是现在台湾对美国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重要到现在拜登一而再再而三 已经第五次 在刚刚讲今天接受Time的专访的时候 明白表示 两岸有事的时候 一定会出兵保护 对 这个有一个巨大的变化了 那我个人认为 就是以黄仁勋的去年的黄仁勋 跟今年的黄仁勋来做个比较 去年的黄仁勋你记得吗 当时美国商务部禁止他 把A100的半导体 不准销售给到大陆 到中国大陆 因为那个A100跟这个A100 可以用在飞弹上面用 可以军事用途了 所以这个时候 结果让黄仁勋的这个NVIDIA 减少了20%的收入 你记不记得 当时黄仁勋还拍了中国的马屁 穿了中国的红袍等等 商人嘛 对不对 我们不是在跟他算账 但是当时的中国的 20%市场的NVIDIA 非常重要 到今天的NVIDIA 已经是全球的第一名的 AI的这个第一名的公司了 他从A100发展到今天的 这个B200等等 那个一个很大的 这个演算能力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提升 对 那这个代表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说在这一年 从黄仁勋对中国大陆态度 大家今天的生意应接不暇 变成世界的这个首富之一 这个里面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美国的态度 因为美国政府一直用这个禁止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的限制的 晶片法案 对 那这晶片法案的管制晶片法案的 同时延迟了中国的这个产业的进步 然后提升了美国的进步 所以美国现在经济非常好 所以因此你看拜登今天的反应很简单 他的想法非常简单 他就说因为美国现在经济情况 一直在成长嘛 对不对 那中国他认为将来要崩溃 在今天最大的突破在这里 中国经济在崩溃边缘 中国的经济在崩溃边缘 他相信中国的经济未来会崩溃 这才是可怕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问题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然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过去的 从过去重要的火车头的角色 到现在变成了一个 自顾不暇的角色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可是美国的经济 到达一个可以照顾全世界的角色 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可是黄仁勋 我刚刚讲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一个科技上极大的变化 他从本来需要20%中国市场 到现在他现在全世界应接不暇 他不需要了 为什么 因为AI的科技有了重大的突破 就是大型语言平台的发展 就LLM 这个发展 就是Chair GBT 让我们人 让语言跟电脑之间的沟通方式 完全大幅度的改变了 完全大幅度改变之后 这个时候台湾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为台湾是唯一一个国家 能够做出这种高级 非常先进半导体的国家 这是第一个台积电 然后第二个 我们台湾有完整的AI的 AI server的供应链 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 除了从半导体的尖端开始 从供应链整个系统 到最后到鸿海到林百里这些公司 他们可以做出 可以知道全世界超过五成以上的 AI的server 你说现在韩国做不到 中国做不到 只剩下台湾能做到 因为台湾 他们没有那么多下游 那这个下游公司 目前光是鸿海一家来讲的话 预估了 在今年内的话 就可以包下全世界的40%的AI server 这个是哪里有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的这个电脑展中间 一大堆的全世界重量级的 这些科技大佬跑到台湾 跑到台湾来的目的很简单 甚至于取消韩国的行程 就是因为他们在台湾已经 一定要在台湾确定他们的需求 确定他们的订单 如果他们不在台湾确定的话 然后又跑到韩国去 三星两亿的话 做不出来 他就会输掉他的这场战场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这个大的变化就变成说 让台湾的主导性 台湾的重要性 在全世界发展 整个世界大的潮流当中 台湾扮演了一个 以黄文鑫的讲法 是一个AI科技的中心位置 AI科技中心位置代表是谁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的核心的位置 那如果台湾是美国利益的核心位置的话 那现在拜登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拜登一定要保护你台湾 一定要顾好他自己的金基母 所以他今天才把你的话讲这么白 当然是白的 这是有史以来最白的一次 白到这种程度 就他现在已经高兴你说 我美国是国力 他美国要占据领导 领导的我 他是世界领导的地位 不会受到动摇 被确定了 你看他最后过两天 一定会继续持续地用这个语言出来 因为他要看川普要打对台 那拜登知道美国如何扮演世界的领导地位 所以他今天的话是一个前导的话 后面会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这里面台湾就因为这个重大的科技的变化 变成了黄仁勋口中所说的 就是AI的AI科技的核心的中心点 核心位置 那这个核心位置是变成 台湾是美国经济科技产业中的金基母 重要的一个重要组成的成分 那今天拜登什么态度 拜登当时拼着史密 要顾他自己的利益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睡大觉 我可以就完全理解昨天 这个所谓的魏哲家 魏哲家昨天说法 他说世界的领导人都会有聪明的才智 去避免发生战争 好 刚才讲 你跑过八年总统府 而且是八年总统府记者联谊会的会长 做总统府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对国际关系非常的这个熟稔 你说你看到拜登界这个专访 你也吓到了 拜登总统他明显的是怕 大家有猜测 所以他是连续五次讲 只要中国大陆出兵台湾 就叫做片面改变现状 保健哥你要注意 如果今天是台湾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美国同时在跟大家说 因为我发现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 没有搞清楚 就为什么明明 特别是大陆的网友 就讲说明明美国不是 one channel policy吗 怎么还跟台湾没来演去 还卖台湾F16V对不对 然后还讲这些话呢 很简单 你去看美国的国务院 还有美国的历来总统 他们的论述非常清楚 他们所坚持的叫做one china policy 也就是1971年的10月25号的2758号 决一文之后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中华民国再联合国的一切地位 然后在1979年1月1号开始 中华人民共和国跟美利坚共和国 他们建交 然后跟中华民国断交 所以他的one china policy 就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 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对安提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可是后面那一段 大陆坚持的one china principle 后面他还接一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时候 美国没有认证 这条官报里面叫acknowledge 我理解你这个想法 可是我没有recognize 所以美国以前是模糊的 可是现在已经清楚了 这一次包含了外交部分的WHA 包含了美国总统拜登 他连续讲五次 你不要片面改变现状 什么叫片面改变现状 大陆就说台湾搞台独 所以我要打台湾啊 这叫改变现状 大陆美国不是这样认定 美国认为现在目前 台湾虽然不是一个 他所认真的政府 可是他是一个实体 他在这边有一个带运作 然后是美国友好的对象 没有建交 可是你不能去打他 如果你去打他 以现在目前赖清德总统的发言 布林肯还直接发这个功课函 表示说他并没有 抵耐赖清德的发言 甚至我觉得美国都知道 他在讲什么 同意他的发言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如果你要以赖清德讲 中华民国 其实保洁克 蔡总统都讲过两次了 那如果你这样来打的话呢 那就是片面改变选状的 那一个发动者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你看了 《时代》杂志里面的内文 这个内文里面非常有趣 是他的助手本来想 打断他的台话 够了够了 不要再讲下去了 就是你要打断我的台话 我就开始谈到中国 那我不再谈到中国 我用最直白 最强烈的语言 去抨击中国了 对 所以拜登他 你要知道他没有 他不希望外界误解 要讲很清楚 一来他抨击中国 二来他告诉大家 如果中国对台湾 片面改变选状 也就是动武的时候 过去都不知道 战略模糊是 你会怎么动 你会不会动 还是你会提供武器等等 大家讨论很久 因为台湾不像乌克兰 也没有地方可以送 四面就是环海 这次拜登在这个专访里面 讲得更清楚了 他直接告诉你 我会使用 不排除 他是讲不排除 不排除动武来面对 中国大陆片面 使用武力 那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 记者还追问 那你要怎么动 因为在台湾 他现在没有部队 所以是从菲律宾派 还是从日本派吗 他说后面的细节 我就不讲了 所以他并不是讲说 没有没有我没有吧 他就告诉你 后面细节我不讲 所以他等于就告诉你 对就那个方向 可是细节我不告诉你 所以当拜登 讲到这种状态的时候 中国大陆 因为这次的军演已经来了 然后军演 他现在目前不知道 还没有所谓的 历届2024B或C 可是拜登很清楚 告诉你 不要企图片面改变 两岸的现状 也就是不要对台湾 使用武力 如果你对台湾 使用武力的话 美国总统 现在他还是总统了 今年底 我不知道最后谁会选赢 他的态度就是 美国将会不排除使用武力 这是有史以来 讲得最清楚的一次 战略不再模糊 战略非常清晰 就是只要中国大陆 不对台湾动武 美国不会出动任何的武力 你现在看到原文 你看到原文才知道说 拜登谈到中国的时候 口气充满不屑 事实上你在整篇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本这个人家的助理 已经想说 我们整个interview 就说是不是 说差不多 这个转访可以结束了 美国越来越乘 你知道吗 结果没有想到 拜登自己把整个话题 带到了中国去 他都想到说 很多人就一直不断地想说 中国经济怎么样 然后就说他们的GTB怎么样 他们的国防 相关的生产怎么样 他就有一点都觉得说 拜托 他说事实上 就是这个中国 这边亚洲升起了 这样的超强的一个势力 他说 每个人都说 中国是多强的 中国是 多强的 他们都能够 好像多厉害啊 多强壮啊 觉得好像非常的有力量 然后呢 拜登说 你已经给亚洲经济 我觉得光是从这一段话里面 我都可以想象得到 他在这个讲的时候 搞不好眼睛还翻了一下白 也就说 你这个事实上是 非常非常过时的一种讲法 然后再来 还有讲到什么 他说呢 但是 中国的质量 可能更加 这种情况下 意思就是说 感觉上 好像中国自己内部经济 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造成 更大的冲突 而不是更小呢 然后呢 他就说 啊 这个像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去拓载 美国相关的一个 所谓的盟友 一个关系在亚东地区 然后像他这边 就是特别去提到 就是说 然后他人家就说 你如果中国的经济 越来越惨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有可能 会导致更多的一个冲突 那我觉得整篇谈话 事实上 拜登要传达两个迅速 第一个 中国的经济在崩溃当中 第二个 如果你敢犯台湾的话 我们美国绝对会 捍卫台湾到底 所以舞蹈 这个话是他非讲不可的 对 我觉得他是故意要把 这个重点要讲出来 在Time的interview里面 这段话就看出来 是他主动想要表达 对中国的这个瞧不起 应该这样讲 其实外面 大家都在讲说 中国多强多强 亚洲的这个 就是这种 这种兴起的力量 他说 帮忙忙好不好 算了吧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他这种 等于有点 这种不屑或嘲弄的方式 来看中国的力量 当然他本身对他自己 现在美国的 美国这几年的发展确实是 从经济上来讲的话 是世界上应该最好的一个国家 我们应该这样讲 但相较于中国的经济来讲的话 确实很多人的 很多深入去解读的这个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的话 有很多深层的有可能到全面性的 因为他的房地产土地 他的政府的债务 有可能陷入长期的困顿当中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觉得这一段显现出来 是他故意要挑出中国的议题 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表示 他特别想到中国的人太老了 他比欧洲很多都还老 老到不能工作了 对 那个就是他 所以他是在有点 就是说嘲弄中国的这种情况 而且大家都 因为过去可能很多美国人 并不是很理解 因为美国人对国际的事物 是陌生的你知道吗 美国人对他们家门口的事物才懂 所以拜登这个讲法 就是等于说跟全美国 因为看Time杂志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都是精英 是美国的精英人物 所以他跟这些精英做一个诉求 那精英也是很多的支持者 尤其募款的对象 都会来自于这些精英者 所以他对中国做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论述的话 对他的选举来讲的话 我认为有直接的帮助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对于两岸已经讲得非常白了 如果两岸真的发生战断的话 美军会介入美军的海空军 会进到这个区域里面 这已经是对中国非常严厉的警告了 那说了这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之后 今天他就公布了这个信凯 也就是他会卖给台湾F16的备品 那我们是外行人 我们看不懂 所以卖给备品 我买了F16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备品了 你过去在空军服务过 你曾经是空军的这个所谓的保防官 你说你看到这里面的内容 你吓死了 对 没错 抱歉 最近的这个拜登 似乎是对中国越来越硬 你看他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的时候 对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他有他的看法 另外他又把中国的经济 扁得一文不止之后 让我们想他后续还有什么动作 今天美国的国 这个他们的国防部 就释出了一个讯息 释出一个讯息什么 我们准备卖给台湾 2.2亿美金左右的一个装备 要卖给台湾 那你想说这个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对 只要才2.2亿而已 这本铃是这样子 F16 Standard Spares and the Required Parts and the Related Equipment 就是这些东西 好 这是什么呢 他说是F16的标准跟非标准 还有维修跟备用的相关的零组件 还有相关的备品 还有相关的设备 我都要卖给你 你说我们今天跟你买了F16 对 你本来就应该卖给我们备品 卖给我们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重点 在设备 对 还有设备相关 都完全卖给你 好 另外一个还有重点在这个地方 This equipment will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US Air Force Stoc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备品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直接从美国的仓 国防部的仓库 就直接运给你 直接转过去 对 所以这些 那以前不是这样吗 以前都是通过军火厂商嘛 现在是美国政府直接就 把我们现在库存的就给你 好 那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说 以前我们台湾跟美国 我跟你买军库 可是我要有一个中间商 然后还有两个中间商 等于说今天 台湾跟美国 我可以直接做武器的交换吗 对 以前美国都还会 透过一个这个中间商 不然的话 你美国政府直接卖给 这个台湾武器啊 但他这一次就直接 从美国军方就 美国军方的仓库 就直接移给你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宝姐 我们都一直在讲 F-16来说的话 台湾是一个世界上 最大F-16的机队之一 另外一个 台湾的汉翔呢 你不要忘记哦 前两天的时候 美国的国 他们军火商 才去看过汉翔啊 对哦 对 看完汉翔之后 30个军火商来到台湾 它的第一站就是去汉翔 对 去汉翔没多久 两天之后就批准了这个 所以显见呢 他们可能来看了之后 觉得说 可以还是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点 你要不要连起来看 就批准了这个 那批准了这个呢 我们可以确定什么 F-16呢 我们目前为止 已经是非常大 在东安亚的一个 所谓的相关的维修工厂 未来可能真的会变成 F-16的所有东西 都在这边来维修 所以更确定的是 台湾现在的军火库 是跟美国的军火库 两个是互相连通的 我觉得这个意义 才是比较重大的一个状况 所以等于说 我们现在缺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搬过来 对 因为他有讲到 就是我们有跟他争取 我们跟他争取说 我们要什么东西 结果美国就说 好 那我们就愿意给你 所以等于是给的速度 还有按照我们的 我们现在等于是 我们跟他要什么 他如果有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 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 以前我们要跟他要什么 有时候他还推东拉西的 而且我非常好奇 是我们今天买的量 到底有多少 我们这个设备 到底有没有多么样的高级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保修里面 有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厂 你如果说 今天我们就可以担任到了 四级厂的一个工作 等于说整个亚太 备品我们有了 这个备品可能不只是台湾要的 搞不好是韩国要的 搞不好是 那个所谓的新加坡要的 搞不好整个亚太地区 备品的这个所谓的储存地方 对 竟然有可能在台湾了 对 或许这是一个 长线的这个发展 孙大级事实上 现在暗示了什么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越来越强烈 而且越来越积极 我就直接从美国仓库 把你要的东西搬给你了 就这样子 未来搞不好会搬越来越多 你只要有需求 你提出申请的时候 搞不好都这样 因为美国 你以前在空军 你那个也是F-16中队 没有这样干的 当然以前是 一定都透过什么 洛克希德 马丁 民间公司 这是民间交易 现在是直接政府 对政府这样对接 什么 政府对政府 那是什么意思 承认你也是个国家 才会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某些程度来讲的话 美国对于台湾的安全 至少从这些动作 都证明是非常非常在意的 而且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除了刚刚讲 台湾人最关键的 其实在两岸发生争端的时候 拜登是第五度表达说 我会介入 而且这个介入很清楚 就是我或许不会派部队 进到这个岛上 但是我今天会有海空军进来 而这个海空军 你是从日本还是从菲律宾 他宇多保留 除了这个之外 他对中国 真的陷阱没有一队后 他对中国充满了 轻蔑的一个态度 我们把整个文章 看得更仔细里头 他说中国老花的问题 真的太严重了 而且中国的经济 根本已经处在 崩溃的边缘了 对 没错 自然拜登在这个时代杂志的 这个专访里面来说的话 他已经把中国经济 讲得非常清楚了 他说你们呢 又老又穷 又穷又穷 对 你说他就说什么 你们中国是 too old to work 就是太老了 老大不能工作了 老大也是不能工作 所以他就说是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的什么 the food that no pick 这是什么 排外 就两个 一个是你老 然后你又排外 所以你这个经济没办法 你看 他说如果 economic is on a break 就是什么 边缘 就是悬崖边 你现在在地 悬崖边了 the idea that economic is booming 说他们的经济 然后就做办法的时候 很好的时候 give me a break 你也很好 你也刚刚好 就是他意思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他等于是 其实他对中国 就说 他们很老 没办法工作 然后他们现在又很排外 然后你们一堆人在说 中国经济很好 他们经济繁荣 你把他刚刚好 give me a break 对 这就是他的意思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把它翻 这个用他的语意来讲 你就知道说 他对中国 其实经济的看法 是相当相当的严厉的 那如果中国的经济 真这么糟 那习近平不知道吗 那习近平如何回忆 现在连美国支部 CSS的 中国经济万全 参加 居然讲说 现在习近平对中国的经济 是四步 对 没错 这是美国智库的一个学者 他写的一个文章 他写文章 因为他研究习近平 研究了非常久 然后他认为说 为什么习近平到目前为止 好像没有太多的回应呢 他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他不知道 那这也很有可能 他不知道 因为目前为止 中国很多真正的消息 是不会到习近平的手中 所以或许他真的完全不知道 第二个是说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其实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一直不断的在 什么这个各式各样的旧房 旧经济 可是你可以看到 股市那些好像都拉不太起来 所以的确 可能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再来就是他不在乎 反正这个经济就这样子 他原本一开始就是 重视的是国家安全 再来就是不赞同 因为很多意见来说 可能你就要跟美国和好这些 他不认为说 这是一个好的这个方向 所以等于是说 他现在在主政下的中国经济 已经走到一个 似乎是已经没办法回头 就有点如同拜登说的 他们很老 然后他们又排外 所以这个就没有搞头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越来越硬 他们似乎意识到 如果时间再下去的时候 中国永远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好 题位 跟上 拜登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之后 才讲说 如果两岸有问题的话 有争端的话 有冲突的话 他的美军会介入 这是第五次战略清晰 非常明白地表示美军会介入 可是这个讲完了以后 今天这个信件就出来了 那我们的外行人想说 我买F-16本来就应该卖我的零件 本来就应该卖我的备品 你今天卖我零件卖我备品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 你说这里面自治书记 这里面代表 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已经变成战略伙伴关系了 对 你看看这个新闻稿当中 其实它是泄露出美国的一些 相关机密在里面 你比照一下 左边这个新闻稿 它是什么 是2022年12月的时候 当时它卖 2022年的 对 新闻稿 当时它卖F-16相关的备品 给台湾的时候 其实它里面并没有说 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 但是你知道 今年来讲的话 其他文字差不多一样 有一句话真的非常关键 也就是说这些所有的设备 它会从美军的库存当中 仓库当中转移给台湾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说 美国已经授杉翰公司 在台湾已经有一个 F-16的亚太地址维修中心 而目前整个在亚太当中 有使用F-16的国家 包含南韩 包含台湾 包含新加坡 泰国 还有这个甚至于 潜在的这个国家 就是印度 另外还有 印尼也是使用F-16 你想想看 这些国家来讲 它们并没有维修中心 假设如果说 未来它们要维修 飞机坏掉怎么办 对 它的领主舰要换修的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台湾这边来讲的话 可以提供相关的备品之外 也因为这些所有的工程师 将近有一百多位的技术人员 都获得洛克希德马丁的一个认证授权 而且他们每个手上 至少都有六十几张证书以上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商机是非常大的 同时一个更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我们的军火库 可以跟美国的军火库 竟然相通连 这一点很重要吗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知道吧 如果美国以往来讲的话 是协助台湾进行所谓的防卫型武器 对不对 它是透过一些商转 或是透过一些方式 但是美国它会有隐晦 官方对官方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幕后的黑手 但是前面会有厂商去对接 但是现在不也是了 这是从美国国防部的新闻稿 主动的发布出来 美国的所谓的空军的仓库 直接转移过来 那我想想看 如果今天台湾 我们就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2022年我们已经买了 为什么我们2024年还要再买 难道 你说这个时间太近了吗 太近了啊 我们知道说这个F16 你不可能是每天在那边换F16的东西 唯一的可能性有两个 一种可能性是什么东西 一种就是最近这几年来 共军烧了台湾F16一直上去 可能耗损太多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 有没有可能是周边国家 跑到台湾来维修 我们最近来讲 不是常常发现到 南韩的战机常常出现在台湾吗 南韩战机出现在台湾 到底来干嘛了 他不可能说跟台湾那边打架嘛 他来干嘛 可能是在维修 可能是在维护 他的备品等等之类的 也有可能啊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汉翔 是不是已经变成所谓的 市级的所谓的保修厂 或者是说 美国在亚太地区所授权的一个保修厂 那以后来讲的话 这算不算美国资产 算不算美国的技术 当然算啦 算的话美国要不要保护这里 这跟AI的概念是一样吗 他之前F-18大黄蜂还来过了 是啊 因为台湾有相关的备品啊 以前在越战的时候 或者是说 以前在台湾的台南机场 都曾经有一些技术车 专门在维修美国的飞机的啊 所以技术人员有了 然后相关备品也有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 至少说不定还每一年 都可以跟美国的军用的仓库 军方仓库来调这些货 那这些货来说 被成是一个例行性 跟平常性的事情 那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军方的关系 会如焦似漆的概念 所以我们这样 你只看到说 我们在AI的产业链上面 我们跟美国有一个供应链的关系 现在难道在这个军备上面 这个供应链也在形成当中 是的没有错啊 军品的部分也是在形成供应链 我们之前有提到 美国国会以及美国行政部门 都在思考说 台湾可以协助包含制造155榴弹炮 不是吗 还提供到一些 比如说国际社会就使用了 特别是包含乌克兰这个战场 现在美国 洛克兰的马丁 可能为了乌克兰的F16 在那边伤老金 到底那边的话 要提供多少 亚太地区来讲 他可能无暇兼顾啊 无暇兼顾什么 台湾来帮忙嘛 所以你看到最近这一笔交易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赖清德当选 然后就职之后的 第一笔的这个美国军售 代表拜登政府也是挺赖清德的 第二个概念可以说 美国的军用军品 跟台湾的军品是相互联通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们随时可能要备战 要应战等等之类的话 基本上就不予匮乏相关的军品 好 市长 该讲 拜登在接受 时代杂志专访的时候 除了在军事上面 在两岸问题上面 如果发生争端的话 我会介入 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 对中国经济的侵略 他讲说外面的人讲 中国有多么多么的强 中国多么多么好 中国的经济正在凡人当中 他说give me a break 根本没有这么好 而且他讲说 中国已经too old to work 你已经老到 根本不能工作了 而且你还怎么 你根本就是 经济在崩溃的边缘 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刻 讲这么重的话 对 这个是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分析跟判断 那这个事情 对中国来讲的话 中国很难回应 他这个问题 因为他讲的大部分是事实 这很麻烦 拜登讲的是事实 因为从我们刚刚 我们查几个资料 有一个有一些联合国的判断 联合国的分析 到2100年 2100还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当年快六十几年的时间 中国人口大概剩七亿 减一半 减一半七亿 到2050年的话 大概剩十亿 这怎么意思呢 他中国是一个快速的人口 负成长的国家 然后第二点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 中国现在的劳动力 它的劳动 个别的生产值 其实是下滑的 现在下滑什么情况 我现在讲很简单 我们讲人口老化 我来补充一下 目前中国的政府 所规定的这个 女性退休年龄 是55岁 男性是60岁 这个很麻烦 因为现在科技 一直进步健康 那你现在55岁 要退休的话 他未来要怎么办呢 所以他负担非常大的老年人口 他的老年是从60岁开始算起 55岁开始算起 他将来有将近20年到30年时间 要接受他的政府的养老金的资源 对 那不可能 政府一定会 政府不可能有这个财力 所以会变成 这养老的问题 会变成他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可是他共产党 长期盯这个制度 所以他们现在目前 在考虑如何延长 工作年龄 工作年龄 像德国都延长到 已经65岁到70岁了 67岁 对 这个都是已经在 全世界的潮流 可是现在中国不为所 他不敢动这个东西 动下去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发生动乱 对 那公务员本身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靠公务员支撑这个阵子 所以他讲的这个 人口老化的问题 其实是涉及到 他的工作年龄的发生关系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说 他现在讲到说 他这个经济要崩溃的理由 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 确实有重大经济危机 因为他目前对外公布的 所谓的他的这个 成长率都是5%左右 那其实全世界的客观的 这种经济学家 知名的机构帮他估计 都是1到2% 对 1到2%你这个国家 你就是表示你是负成长嘛 因为中国他没有办法 他在低速成长情况之下 他的社会不安定的 维稳的成本就提高 所以他有一个维稳的成本在里面 对 他维稳的成本比他的军费 可能还要更高 对 所以这个很麻烦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实在上 是处在一个危机的社会 所以拜登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 其实拜登他们这个美国的策略 其实他们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这个 大西洋月刊 在有过一篇文章 这个有Longer Telegram 这个里面那时候 曾经当时有一个新闻 可能大家都还有印象 什么印象呢 就拜登政府从开始的时候 他就不断地召集了 他在召集了很多 前苏联时代的一些的 所谓的懂专家 所以要让中国经济崩溃 他就发现 他们都找到了当时 苏联经济崩溃的理由 跟现在当时是 这一两年前的事情 对 那这些专家就在分析 这些所有的相关的系数 所有的参数来分析 中国会发生什么情况 他们会导出一个结论 因为这几年 这个整个大变化发现 中国可能会跟苏联当时的背景 非常类似的情况发生 他们内部会产生动乱 因为经济会崩溃 所以他的理由是 经过长期的研究追踪 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目前你要看到 最重要的七月份的三中全会 看他开出什么结果 很多指标性的 或是习近平的谈话 就可以知道他的危机 到底在什么程度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的中 观点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赶紧来上线